呃,Loading 等一下,好嗎? 好 那個,大家也許都還記得2020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 呃,Judy Miss Summit 不知道有沒有人 至少有人參加Judy Miss Summit 才去幫我去的時候 對,大家身上 我忘了把我的吊牌畫起來 欸好,那那個 因為Judy Miss Summit一直沒有人 那沒有人辦賞命 嗯,所以呢,大家其實都被錄取了 就是大家呢,這個 因為Judy Miss Summit的這個 可能旗俗嗎?或傳統 是兩年辦一次賞命 那2020下一次就是2022啦 就是明年 那,所以呢,現場的大家 現在都馬上瞬間被錄取 2022年賞命的這個 Oganizer 那 那個 他還沒睡醒 那個 好,所以呢,我覺得 雖然我也不是坑出什麼的 我只是寫一份共筆而已 那我覺得呢 既然2022年是10周年嘛 那我們就是回來 重新看一下我們社群的精神啊 多中心啊,自幹啊,才放等等的 那剛好 10周年的時候 是2022年的 10月20號 所以也許呢 我們還在那周來一個 大家自動自發的 GNV家庭華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 其實有很多 GNV貢獻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嘛 像是很多的專案小松一直都是開放參與的 那 還有 大家也常常會給TALK啊 給短獎啊 等等的 那 GNV社群之前也辦過展覽 然後當然 我在猜 那周應該也會有大松啦 所以其實GNV社群 大大小小的事情 大家都一直在做 也許我們需要的只是把 呃 大家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在那周 擴大的 大肆的 跟台灣人說 跟台灣大家說 欸 有一個這個社群喔 大家可以一起來這樣 所以呢 這邊大概就是分了一下 議程 那周的嘉年華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 歡迎大家就是 一起來 發想 然後把這份共敵變得更慘 那也許就會發生這樣 然後 行銷的話 根據之前賞密的經驗 有些事情 所以可能可以做 那 呃 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可能會去到處找 這個坑主們聊聊天 那 看大家有沒有意願 還是呢 大家都還在2020年 上面的那個這個 這個 這個PTSD 好 那今天就大概先這樣子 我等一下可能會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 呃 幫大家一起發想 然後 寫這份共敵 然後也希望 如果對於嘉年華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話 有興趣的人可以來找我聊天 好謝謝 謝謝